今天呢 身為小資族的上班族如我 聽說了家樂福擁有 銅板價便宜的便當 所以我決定要來看看 家樂福的銅板價便當 就如同我剛剛前面的影片介紹 我們今天是小資族家樂福的便當 剛剛去現場發生了一點小狀況 就是我們原本預定的是 50元以內的那個49元系列的便當 結果一去呢 只有水餃 從頭到尾就是水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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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殺野 但是上面有一個操手啦 不能說只有水餃 還有一個操手 不是啊 可是你以主食來講 超熟的主食喔 我還是第一次知道 是小點 對 我們就只好把目光呢 放到隔壁的60元 幸福評價便當 對 結果 好幸福喔 全部都是雞胸肉欸 哇 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全部都是雞胸肉的便當啦 所以我們就只好 每一種主食選一個了啦 對啊 就只能這樣了 本來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不一樣主食的變化 但是就只能讓大家看雞胸肉餐 沒辦法 就 零食去買嘛 對不對 小吃煮零食去買嘛 就是靠菜啊 對 真的是 就是60塊 好啦 60塊可以啦 可以了啦 重點是我們要試試看好不好吃吧 如果真的不好吃我們再來吐槽 也許它出乎要的好吃啊 就會覺得好像60塊可以 來 開吃 水餃料49元 8顆還附醬料包給你 欸 其實我剛開始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498顆算不貴 所以很划算 可是我剛剛仔細算了一下 一顆水餃要6塊錢欸 以水餃來說沒有便宜到哪裡去 我眼睛又不太一樣 筷子的顏色做錯了 我想說怎麼會這屁股長不一樣 這麼明顯的東西 我就撐出來 預言家就是你了 票他 票他 怎樣 其實還蠻好吃的欸 它是那種皮不會太厚的水餃 因為它通常很多便宜的水餃 就是這麼大顆其實它皮會很厚 然後反而沒什麼線 可是它還好欸 它不會 它的皮不會太硬欸 不會 而且我覺得它煮得剛剛好 對啊 對 可以啊 這個49可以 可以 其實就跟一般在外面買水餃是一樣的 因為我現在外面試做水餃也差不多 都6塊錢所有了 這個我會想買 對 這個我會想買 就是以味道上來講 然後再以價格的話 女生再換一個 女生差不多 8顆差不多剛剛好 可是我覺得因為 加勒服裡面的選項很多 所以其實以這樣來講 你可能再去搭個小點心什麼的 其實就剛剛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可以啦 這個可以贏回來 通過 以49元來講沒有很失望 對 就是正常的價格剛剛 就是高於它的期待值 對對 這個雞胸米粉呢 這個要怎麼分啊 雞胸米粉 分雞胸要切吧 這其實還蠻硬的 它 很紮實的雞胸 我只能這麼說 等一下 如果是紮實雞胸60塊 我們先看完整的 它真的還蠻厚的 你看還蠻厚的 說實在的 以這樣 雞胸來講 60塊雞胸這樣算很厚 厚很厚 我給大家看照片 真的很高 它是不是有灑一些香蕉粉 對 有灑一些香蕉粉 就是以雞胸這樣厚度 它這樣算不柴欸 其實還蠻嫩的 因為通常煮這麼厚 要煮到熟 通常裡面都已經開始 就邊邊已經開始柴了 但是它不會欸 可以 給過 以厚度跟調味來講 味道不會太重 可是也不會太淡 就是不會想什麼 水煮雞胸不會 喔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這個我就必須吐槽一下 這題外好不好 昨天的咖哩 你以為 這個是難吃的雞肉啊 不是 我昨天吃的那個 可能是難吃的雞肉 連點雞肉味都沒有 欸這樣比較起來突然覺得 這樣划算 你昨天那個還花一百三 欸真的 它至少還有雞肉的甜味在 妳可以吃兩個 對 欸真的 還有30塊錢 我還可以再店個五塊買個 麥香紅茶 因為以我們已經的來講 它這個調味很好吃 而且它草米粉也很好吃 欸我覺得以它的那個草米粉這樣 算中規中矩的味道 對我來講有點偏鹹一點點 但是還可以 那突然覺得 好啦只是真的全雞胸很傻眼而已 不然味道是還OK 你看這樣60塊 你怕鹹一點買個飲料也配啊 嗯 差不多剛剛好 因為只要是我們沒有遇到啦 有一些 我聽說有一些加熱福的分店 它這樣60元會搭配一瓶可樂 這樣就有個終極難題的 純麵粉49 加雞胸60 你要哪一個 我會加雞胸欸 加雞胸 因為它的雞胸不順 沒有我會選雞胸 因為就營養學來說 這樣會是純澱粉 那你有雞胸就會多一個蛋白質在裡面 那至少會影響均衡一點 然後多個蛋白質也才90塊 還多11塊而已 其實就才只11塊 這麼厚11塊 緊實炒麵的部分 對 欸這個比較 很厚欸 但是它沒那麼長 但是它超級無敵厚的 應該都可以 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超級厚 也是嫩的 可是它不會因為它比較厚 然後就很柴 我覺得它味道不一樣欸 它的香料是做不一樣的 沒有我覺得是一樣 只是它可能早的時候不停 以這樣的厚度這樣的嫩度很OK 去外面買85塊還不會那麼嫩 而且沒那麼厚 好薄 接下來吃吃看它的炒麵 它炒麵的料比較豐富欸 可是我覺得它炒麵味道很怪欸 是嗎 不是外價有怪 是它調味就怪 介於午餐小吃店的炒麵 跟早餐店的小麵 炒麵味道之間 你是不是沒有吃過用蠔油炒的炒麵 喔它是因為蠔油的關係 啊因為我不喜歡蠔油 難怪來看你的味道很奇怪 我家就這個味道啊 又跑油炒的 但是以它的麵來說偏軟 就是沒有麵的Q度 就是咬一下就爛掉了 對對對 我不得不說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它這塊顏色 跟剛剛那兩個完全不一樣啊 我覺得它好像沒有剛剛那個那麼的 是因為調味粉的關係 還是它沒有沾到焦 我覺得應該是煎跟灑的味道 對 好不過給大家看一下便當的內容 就是瘋啦 然後 一幾葉高麗菜 炒玉米粒啦 半顆乳蛋啦 其實齁 如果你以便當店的便當的標準來看它的話 會幾個啊 那如果是以60塊來講說它在幾個線上 你已經線上了 因為你現在60塊你只能買到純素便當 也沒有 也沒有 沒關係 我們隔壁夾味那個現在是70了 喔它全數70了啊 好啦現在 對幾個線上了吧對不對你看 好啦幾個線上 其實我覺得以這樣子吃下來 我覺得它的肉這樣子算好吃的耶 60塊便當是像肉 它的品質一直有維持在那上面 對對對 不過我本來有時候雞肉很柴啊 或者是調味沒有很好吃什麼之類 因為畢竟我們都預想到60塊不會奢求味這樣 我覺得以我們就小資主來說的話 就這樣子可以 尤其是自己一個人煮的話 這個晚上有在賣喔 你可以去買晚上 他要把它的調味全部放在他的雞尿花森裡面 好像是用水煮煮過 我腦袋就一定知道 突然覺得這60塊好划算喔 你有沒有突然覺得以後午餐就是往家 然後去賭說今天有沒有棒棒圖 不要再跟我們今天一樣賭 那個全部都是雞熊肉 喔可是我要先說 它這個煮的比較爛一點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進入結尾的部分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稍微比較一下 就是49元的水餃米粉跟炒麵那類的 跟60元的這種餐盒便當類的 我們針對這兩塊來進行結肉 以我的話來說 吃得飽的情況下 我啦我自己吃得飽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60塊的部分 對因為它你看 就算只是單純的49元的炒麵炒飯好了 你不一定會飽 如果是女生那種味比較小的話 一定可以推薦你選49 可以啦可以 那如果是以像我就是想要再更飽一點點的話呢 我會選擇有主食類的 而且你看這樣60塊其實 不要說很便宜好了啦 它味道也不差 就是我原本以為預想的60塊大概就是 要嘛沒什麼味道 要嘛就是肉很飽 如果是我其實我剛剛也在猶豫說 因為以價格來說 49的這個其實算蠻 就是CP值還算OK的還算蠻高的 因為不會比市售的差 可是其實就算就是以一個想要吃飽 說實在它49的量真的會少那麼一點 所以其實會比較不容易吃飽 尤其是你今天想要比較大的時候 或是你今天你本來我吃量就比較大 那我剛剛就在猶豫說 欸如果最喜歡的話我會想要挑哪一個 那我後來想想我會選麵欸 因為本身比較偏來吃麵 因為飯其實便當很常吃 然後它的配色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就是 不只那 我們剛剛吃的時候其實你會覺得60塊OK 可是當你乍看之下這個東西這樣的一配色 然後這樣的食材60塊你就會覺得 好像少了那麼一點什麼 對啊就是你以比如說你今天就加了什麼逛 走過去看便當你看到60塊好便宜喔 可是你看到它的配色跟顏色的時候 你就會頓時失去了買它的欲望 對欸真的就是這個配色跟這個豐富度 你就會覺得 那我不如請願買米粉或買米粉 對因為你看米粉跟麵他們有的還會有肉絲 還會有高麗菜還有胡蘿蔔 對就是菜絲什麼都有 對 關於其實吃起來不差啦 只是真的以視覺觀感上 第一印象說我還是會推麵或米粉 懂啦因為我們剛剛走過去一眼光進去 都是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到現在就是打結炸 超級傻眼的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的話呢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那我們在雙座五的晚上七點都會準時上面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trov mindset whereby